传统的头脑无法理解这类看法 这类之间 传统的头脑会说 啊 你说的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美好 但还是有人正在忍饥挨饿 孩子们依然没有饭吃 世界上依然充斥着虐待 暴力 憎恨 无知与贪婪 当然 所有这些事情确实存在 这一点不可否认 但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分裂之间 都是正在做梦的人类头脑的产物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忽视或逃避它们 事实刚好相反 我们看到的是生活中潜在的完美 正是从看到 经验到 并知道生活中的潜在完美 这个基础出发 我们才被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推着走 不再有任何东西拉扯着我们 也不再觉得自己需要成就什么 我们不再觉得自己需要被了解 认可 承认 爱 恨 喜欢或不喜欢 这些只是做梦的头脑的意识状态 一旦我们调和了所有这些二元对立 我们的心身系统就会变得和谐统一 就会有别的力量在生活中推着我们走 它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推动我们的那股力量 那股能量 同时也是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真实自信 这股能量是空性的 它永远都全然透明 它永远都在此时此地 此刻当下 你从来都不需要一个不同的 更好的时刻 当我们看清这一刻的真相时 我们就看到了某样非凡的东西 我们感觉到 不需要把这一刻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因为它原本的样子 就是非凡的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 就已经治愈了自己内在 虚幻的分裂 也已经开始 治愈人类意识中 虚幻的分裂了 我们对人类最大的奉献 是我们自己的觉醒 也就是摆脱大部分人 所处的意识状态 发现我们存在的真相 这个真相 也是众生的真相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作为一份礼物 作为新生的自己 会再度回到这个世界上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重生了 在基督教传统中 有一个基督易容的故事 那不只是一种觉悟 而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一次新生 它会对我们的生命 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 有时候 由于试图于 外在的层面上 帮助他人 我们很可能会忘记 我们能够提供的 最大的帮助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觉醒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完全不做 外在层面上的事情 伸出援手 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 照顾穷人与病人 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事情 不用做或没有用 但是最终 我们认识到 我们最大的贡献 就是治愈 我们内在的虚幻的分裂 这才是我们能够 给予人类的终极礼物 也正是能够真正改变 人类的东西 人类不会因为 我们构想出一个不同的政府体制 而改变 不会因为某件外在强加的事情 而改变 不会因为崇高的理念 或宏伟的社会体系 而改变 真正的转变 永远来自于内在 来自于心灵的觉醒 我们最终看到 外在的世界 只是内在世界的表达 一切形象 只是无形本体的表达 如果作为一个文化 作为一个物种 我们继续活在分裂的意识状态中 那么不管我们在外面 做出多少改变 还是会继续制造分裂 但是每一个人进入自然 简单 空性的意识状态中的人 都在为众生做贡献 不需要费劲 不需要鞠躬 甚至不需要知道 当你自己的意识 变得和谐统一时 你就成了一体之境 展现的一部分 你终于知道 开悟非常美好 深刻 但同时也非常简单 开悟只是一种 自然的存在状态 我们已经被催眠 认为分裂 恐惧 与冲突 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但是 在某个时刻 当我们的觉知增强时 我们看到这种分裂状态 是不自然的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 维持分裂的幻觉 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自然状态 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因为分裂的感觉并不自然 你或许会觉得它很普遍 或许会觉得它司空见惯 或许到处都能看到它 但是当你在自己心里 感觉到同样的冲突时 就会认识到那种不自然的感觉 你会觉得分裂冲突 所以大部分人 所出的意识状态 都是不自然的 也是异常的 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异常意识状态 人类已经处在一种 叫分裂的异常意识状态中了 分裂是终极的异常意识状态 与常见的错误理解刚好相反 开悟与异常意识状态 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在变成某样东西 或发生任何改变之前 原原本本的纯粹意识 天国是自然的存在状态 涅槃不是一个 我们可以紧抓着不放的目标 也不是某样我们试图 获得或加强于自己身上的东西 只有觉悟到完全自然和自发的存在方式 我们才能发现涅槃之境 只有觉悟到我们在有意识的 单纯存在之际的真实自信 我们才能体验到涅槃之境 这是觉醒的承诺 它不只是献给一个人自己的个人承诺 也是献给意识本身 献给所有众生的承诺 它是空性之境的承诺 也是诞生自空性之境的世界的承诺 我们没有人知道 如果所有的人全都进入空性的意识状态 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或许能够想象这样一个世界 但事实上 我们不得不承认 那个世界是未知的 我们无法对那个世界形成任何异象 当它有一天真的变成现实时 我们才能发现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但我们并不会把这种简单自然的觉醒状态 允许自己消失在绝对的单纯之境中的这一行为 看成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 它只是非常自然 它并不比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更好或更高 它只是自然的存在状态 属于每一个人 是每一个人的继承物 第十二章 婚礼的故事 就算我想回去 想继续以过去的方式看待事情 我也做不到 我想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本书的结尾 在生命中 某些特定时刻 似乎能够象征我们觉悟到的真理 而对我来说 就存在这样一个时刻 几乎就像是我的整个灵性旅程 都被囊括在这个特定的经验中了 它发生在一场婚礼上 那是一场在体育馆里举行的盛达婚礼 结婚典礼已经结束了 每个人都开始坐下来用餐 我们一起吃饭 交谈 过得非常愉快 整个场面非常美好 温馨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 我通常都是吃饭最快的那一个 所以跟往常一样 我很快就回到自助餐桌旁 取第二份食物 我在自己的盘子里 装了各式各样的美食 转过身去 望着坐满了人的体育馆 一直以来 我都发现婚礼是人类生活的绝妙缩影 我看到新郎与新娘 他们过得非常愉快 我看到孩子们在四处跑动玩耍 我看到家长们正在着急地试图控制自己的孩子 我看到老年人 我看到了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我再也不会用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了 好像在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内在 有某个东西 正在彻底离开城市 我已经不再用约定成俗的视角来看待事情了 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这一了物 伴随着一丝淡淡的乡愁而来 我心中有一部分这样想 尘世并不完全是痛苦的 尘世也并不完全是糟糕的 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时刻 现在我在这个婚礼上 所有这些善良的人们正在公重交错 相互交谈 但是在那一刻我看到 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已不再是大多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了 而且我知道 我再也不会以那种方式看待世界了 无论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 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就算我想回去 想继续与过去的方式看待世界 我也做不到 我已经走过了一座桥 而就在我走过去之后 桥被烧毁了 那一刻 我心里涌上了一阵莫名的彷徨和乡愁 我闭上眼睛 让自己尽情体验这种情绪 当我再度睁开眼睛时 乡愁消失了 突然间 我站在那里 手里捧着一盘食物 认识到 就算我不再用我周围大多数人的眼光 来看待事物了 一切仍然如是 这就是生活 它非常美好 非常美丽 我接下来 唯一要做的事情 便是回到城市中 所以 我手里捧着一盘食物 重新走进 我刚才看到的场景中 我开始 做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我开始 与这个人交谈 与那个人交谈 在那一刻 我认识到 离开城市 在这种状态中 我们用分裂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并同时 重返人类状态 重新进入喧哗与骚动中 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就意味着 生活当下的样子 已经完完全全 是置身实相的 惊人展现了 从那一刻起 生活当下的样子 就配上了一层神秘的 令人惊奇的色彩 就算有时候 他很疯狂 就算有时候 人们会对别人 做出一些 近乎疯狂的事情来 但你永远都能感觉到 这就是你唯一能待的地方 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 认清它的真相 这里 以它原本的样子 就是应许之地 这个东西 这样是这么一样的 稍等